請問男同志 剛教在兩個人檢測都沒有HIV 就是那個艾滋病毒 會不會突然染上艾滋病毒? 這個呢,我也希望你們都可以聽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這個可能 只要你沒有正確的知識 如果你本來是沒有感染的 到你要測出來你有艾滋病 會有一段時間,那個叫空窗期 你開始被感染那一天 好,假設是這一天好了 不安全的性行為 就是你沒有戴保險套啦 不安全的性行為 好,這一天你感染了 感染到這裡被驗出來 被驗出來 這段期間叫做空窗期 第一點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空窗期呢? 你去檢查,是檢查不到的 但是,它不代表你身體沒有病毒 更重要的是,它不代表你不會傳染給別人 所以,只要你自己心裡有數 你知道,你某一天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樣 這跟男同志有沒有... 這跟男同志沒有關係 只要你有不安全性行為 什麼叫不安全性行為 就是沒有保險套 非常簡單 只要你那一天 是跟陌生人 或者是跟你比較不熟識的人 或者是跟怎麼樣 你自己知道那一天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安全的性行為 你自己心裡一定知道 那麼 你就可以假設自己那一天是感染的 那假設那一天感染呢 到檢驗出來中間是空窗期 空窗期就是驗不出來 可是你可以傳染給別人 假設你有懷疑自己的話 請那一天之後 到驗出來之前 都不要再跟任何人有性行為 那什麼時候會知道呢? 現在有兩種檢驗方式 一種是抗原抗體檢驗方式 一種是抗體的檢驗方式 那抗原抗體檢驗方式呢 最快需要二十一天 那抗體檢驗方式呢 就是大概要四到十二週 十二週就是三個月 是嗎?三個月,對 嗯,理論上就是不管怎麼樣 那個檢驗方式你們應該也不懂啦 反正就去問醫生啦 總之你只要知道自己那一天 有執行不安全的性行為 請你就開始停止性交 不管有沒有用保險套 在那個Papers或是在書上面是說 禁止不安全性行為 只要你有不安全性行為過 就禁止在空窗期有不安全性行為 但是以我的立場我會想要講的是 你就先不要有 都不要有 那都不要有的情況之下 你最晚大概九十天之後 或是九十天之內等等 每個人不一樣 你去請醫師幫你驗 所以那個問題是說 我現在去驗沒有 那之後有可能有嗎? 如果你們是不安全性行為 就有可能一開始驗沒有 後來驗有 這是一種可能 第一個 就算你真的感染到了 在空窗期 你感染了空窗期這段時間 先不要有性行為 然後去驗 沒有的話那你就是 記得下次不要再有這種不安全性行為 那假設有了 不小心有了也沒有 不是沒有關係 就是有了就有了 能怎麼辦嘛 那有了呢 趕快去看醫師 把身體的病毒量降下來 降下來其實艾滋病它就可以跟你共存 你不會傳染給別人 你也可以就是 好好的 把餘生過完 不要 不要讓無知做出來的決定 害了你的一輩子 無知 比艾滋病毒還要更可怕 因為你無知 如果沒吃藥 有人跟你說吃藥就等於有 沒吃藥才表沒有 然後早死了 那還不如你有知識 去規則治療 你可以好好的活更精彩的下半輩子 如果 你在那邊講 我不要戴套 如果女生你聽到下次那個男生跟你說 不要戴比較爽啊 不要戴比較 你這樣 不要戴代表你愛我 不要戴 他就有可能去跟別人 染到他身上有可能艾滋病毒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女生千萬不要跟這樣的男人做案 因為 當你真的生病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覺得 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那麼倒楣 你只要不用安全的方式進行性行為 你就會這麼倒楣 誰叫你不用保險套 除非你已經跟這個人是固定性伴侶 而且你們兩個都沒有什麼 之前的不安全性行為 那你跟這個人可以不要戴套 我覺得那個也沒有好不好 你們就自己去接受那個 有可能懷孕的結果就好了 只要你都是固定一個人 基本上 你們兩個都沒有各自在外面再亂來的話 就不會有那個得病的可能啦 那怎麼樣 那有些人就會說 你都一直叫我們戴保險套 這樣子我們就不能爽 沒有刺激感了 如果你現在還是青少年 或是你旁邊你的小孩是青少年的話 第一次性行為 就戴保險套 戴到你要懷孕的那一天 你準備要懷孕的那一天不要戴 你就不會有 怎麼會不戴比較爽 好像戴的都軟掉 你不要有讓自己可以比較 就不會有比較的感覺出現啦 為什麼要讓自己處於 讓自己為難的狀態又不安全呢? 不安全又為難 又會有小孩又會有病 你不覺得很辛苦嗎? 好 好